抗生素和消炎药的区别 乳温医生特药专家董亚林 西岸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药剂科主人药师 这也是一个大家经常会混淆的问题 大家经常把这个抗生素叫消炎药 那么实际上这两个药呢 它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那抗菌药我刚才说了 那它是细菌 真菌以及微生物 在它的生命活动过程中产生的一类 能杀灭病原菌的这样一些活性物质 而消炎药呢 那么它基本上呢 就是一些这个非载体抗炎药 或者载体抗炎药 那么它呢 在这个主要适用的是 非细菌性的一些炎症 那么另外呢 它这个作用的这个药物 它的药物不同 你比如说抗菌药物就是 强龙啊这样一些药物 所以它的适应人群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两个概念呢 一定不能够混淆